向来重视宗教文化推广的新北市议长蒋根黄 在得知新中泽善是一行人造访议长服务处的时候 他热情的招待并表示 很高兴大家有空就能够到 议长服务处来这边泡茶聊天 然而四方也特地将新义法师所赠送的莫保 给蒋议长祝福大家在金牛年都能够平安顺心 新北市议长蒋根黄致力推动中将武化活动部与娱力 得知新庄折善是一行人到访议长亲自接见之外 而且还向他们分享了有关土地公庙显灵的一段神迹故事 连世民都只是议长及信众对防疫工作前往不能轻忽 随后哲善市哲江信法师写在匾额内的这块莫保花开世纪更云心田 赠送给蒋议长 连世民都只是议长及信众对防疫工作前往不能轻忽 并祝福金牛年地方乡亲都平安 送上新云大师今年的莫保花开世纪跟云心田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此外双方也针对宗教文化如何推广进行意见交流 四方还特地准备数十餐点 为了议长服务所有的辛苦工作人员 场面很温馨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林口吉祥公园在新北市议员蔡淑君的协助之下 将为在靠近新一路一侧的人行道设置了U-bike据点 参议员也表示这个据点预计在今年底就可以顺利完成 日后将提供邻近的学童或者是上班族的民众 骑程交通工具更加的便利 林口吉祥公园附近住户相当多 且一旁又有许多新建案即将完成 未能带给居民更加便利的交通器具 里长希望能在公园靠近新一路这一侧设置U-bike据点 便请托市议员蔡淑君协助 邀请相关单位会看讨论 交通局中规科还有公所 那我们做了一个研议跟讨论 那里长也建议说因为这边的很多的新建案 包含在新一路这边是没有U-bike设施的 所以呢刚刚的协议就是说预计在这一个人行道这一侧呢 来设U-bike的一个设置 蔡淑君议员指出公园附近新建案好几起 未来人口势必增多且附近又没有U-bike据点 经讨论决定在公园人行道上设置U-bike据点 那也在等于是8月底之后呢 有新的合约了我们再来做一个就是规划的一个设计 那预计时间呢会在今年年底完成 那让这边周边的民众呢 能够在这个女人的使用上面能够更便利 蔡淑君表示由于U-bike合约8月底到期 续等到新合约后才可以开始安排施作 预计今年底将可完成 完工后对附近社区学童上班族 采买民众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工具 记者胡宇轩林克采访报道